在刚才的第二段里面,我们把master-ghpages-content.json的这整条线完成了。 在现在的第三段里面,我们要在talk.vtaiwan上面上稿。 本来这个上稿是可以直接从master的gitbook自动上稿的, 可是因为刚才测试了一下,发现这条自动上稿的这个plugin已经年久失修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会用手动这个复制贴上的方式来上稿。 在上稿的时候呢,我们会先在讨论区里面开一个类别。 这里呢,我登入的身份是vtaiwan这个账号, 任何有管理员权限的朋友都可以在管理员里面呢, 切换成这个账号,就是到管理员选择vtaiwan, 再选切换检视角度就可以了。 所以当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分类的时候, 它的英文名称就是securitization, 它的中文名称就是企业资产担保法。 那我们也许帮忙挑一个比较亮一点的颜色。 然后呢,它的分类图示呢, 就是之前已经画好的这个图示。 然后在设定上面呢, 我们其实也可以接受就是用email的方式来讨论, 但是我们现在暂时先这样。 然后呢, 在最后, 我们就是可以把它放到最顶端的位置。 好, 这样子按完新分类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了这个企业资产担保法的讨论区。 那在首页, 可以发现说它已经跑到了第一位。 首先就是要改变这个定义。 这边呢, title就是企业资产担保法。 它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在readme里面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readme里面的整段文字复制起来, 然后贴上。 那事实上就跟之前在就是公司英文名称登记一样。 它的简介呢, 的前两行就是这两行。 让我们按了存档之后, 会自动变成这个分类。 它的说明。 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它只用了一行, 所以也许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好, 这样子呢, 就一进来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要讨论的事情。 那因为我们事实上是修改到了readme,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把它扛密回去。 那同样的, 当我们把它push回去之后, 我们可以用yarn build, 来重新产生一次这个gitbook, 再用yarn deploy, 把它写回bhpages里面。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开启这个讨论话题。 那同样的, 像公司英文名称登记这边叫做代讨论议题。 在我们这边的1.md呢, 叫做企业资产担保交易法制必要性。 在这里呢, 那通常我们的讨论话题是作为一个子类别。 所以呢, 我们就是开一个新分类。 它叫做企业资产担保交易法制必要性。 那它不需要它自己的分类目录。 但是也可以有。 举例来说。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它的副分类。 就是叫做企业资产担保法。 然后呢, 在识别颜色上面可以挑一个跟它对比比较强的颜色。 好, 接下来在这个子分类里面呢, 它的这一份就是万点MD里面的开头的那一份。 所以我们只要看这个1.MD里面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入这个子分类。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按照顺序, 从现行动产及债权担保法制有何问题, 把它开成一个讨论话题。 接下来就是令定整合的担保法或者补强线行担保法制不足的特别法。 接下来呢, 就是引进登录制度的可行性。 接下来呢, 就是应该以哪一个部会为主管的机关以及登录的机关。 那这样全部完成之后, 我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以上这些需要讨论的话题。 它就出现在这样子一个子类别里面。 那现在这样子是第三段。 在接下来的第四段里面, 我们会来讲说怎么样让现在这边正在, 呃, 就是可以在Discourse上面讨论的这样子一份话题, 再配上简报, 以及它开始讨论以及截止讨论的时间, 最后跑到VTaiwan.tw这个主要的网站上面。 为是在在慢慢面前动的什么视频, 继续了好了,